海巡署在今天证实 16号有三艘中国大型渔船 进入苗栗外海 并且逼近我方领海内六海里 是否符合国军实行第一级的要件呢 对此国防部副部长 这个博鸿辉在立法院被巡的时候就表示了 若进入我国领海空范围12海里内 国军有权行驶自卫权 到12海里是我们的领海区或领空区 这就叫越界 全世界按照两国第51条所规定的 都是行驶自卫权 他白话就是打就对了 他有很多的措施 国防部明确定义 只要共军海空实体越界进入我国领海空 国军就有权发动第一级反制 但6号才传出中国三艘大型渔船 进入苗栗外海 逼近我国领海内仅仅六海里 我们在11点多的时候 我们的雷达是有权能监控的 那我们也立即派起我们的巡防艇出去应对 但是因为当天的海巷七大八 最高阵蒙十几 已经超过我们巡防艇的难案 中共各种手段 勤门踏户 国防部长邱国正都坦言 每天提心吊胆 睡不好 周末常常坐证 恒山指挥所监控共军动态 近期你睡得好吗 我从来没有想到 睡觉问题比专业问题还要难回答 睡得好 好像我不重视台海紧张情势 我说我睡不好 好像台海情势很紧张 好有在睡觉 国安局倒是没那么紧张 这样分析两岸情势 目前我们没有看到任何的情姿来显示 台海的紧张情势有持续的升高 但中国两会又通过政治协议 对台推进和平统一 更是2018年以来首度明文写出 另外年底美国大选 美国两大党总统候选人拜登川普 对台立场不完全相同 美国政局恐怕牵动美中台关系 在川普总统的任内 他跟拜登总统的任内 对台湾的军售案大概都各自宣布的 有十个以上的军售案 美国不管是哪一位来胜选担任美国的总统 那基本上他们这种有台至终的路线 应该不至于出现太大的改变 维护台海现状共军一举移动国军紧密检控 建议前面打台报道